你從來沒有對他做出過性侵 或者任何非禮的行為 完全沒有了 我覺得社會福利署獻了 我們一個道歉 我們明白沒有任何制度 可以完全倒閉這些違規事件 希望聽多些意見 和大家一起建立一個更加完美的制度 我們對這個制度非常憤怒 我們帝雄太 幻覺日誓人士俊儀 幻覺日誓人士俊儀… 康喬之家懷疑性侵的事件 觸發社會對社署監管私刑院社制度的不滿 雖然社署連日解話和會見不同的團體 但無聲的立喊依然鏗槍有聲 不用無聲立喊 不用無聲立喊 保障律世權益 保障 林太有一個輕度智障的兒子 雖然獲安排入住政府資助院社 照顧方面比私刑院社好 令他安心一些 但每逢聽到有關院有受虐 又或者是被非禮的消息 他都很生氣 我兒子不懂得走 但他幸好就懂得說話 他懂得說話 我們有跟他溝通到 我們都知道他的生活狀況 有些人 比自己知人軟舍的人非禮 但我們的家長不能出聲 私人也知道 但家長不肯出聲 我們常人的怎樣出聲 根據院社不能讓他住 知不知 我們今天同牌 林太控訴 家長有虎說不出 歸根究底都是社署監管不足 根據社署的資料 全港310間殘疾人士院社 當中251間都是持有豁免證明書 即是所謂的臨時牌照 原因是這些院社 在殘疾人士院社條例 2011年生效之前已經成立 即使未能夠完全符合法例規定 都會比過渡期 而社署最新的目標 就是希望將這些院社 在兩三年後 完全符合牌照要求 根據殘疾人士院社規例 在人手規定上 高中低度照顧院社 都需要有一名主管 而在人手上就各有不同要求 以朝早7點到下午6點期間為例 低度照顧院社 按院有數目 至少需要有一名助理員或護理員 中度照顧院社 除此之外 還需要有保健員或護士 而高度照顧院社要求更加高 除了需要有助理員、保健員或護士之外 亦需要有護理員24小時當值 就像這次康橋之家被社署釘牌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院社人手不達標 涉嫌虛報人數 出現影子員工 有社工說院社做數的情況經常都出現 每一個間都有一個要求的人手 但其實他可能一早就可以解決了 例如這個人可以由早到晚到夜間 都繼續上班 只要在不同的時段都有人上班 就符合了他的標準 在這樣的情況下其實是不合理的 認真一點 怎可能一個人一整個月 翻周二十九日或三十一日 由早上回到晚上 我有一個朋友他在私院做的 他說其實最慣的做法就是 可能是他的老闆或是做會計的 讀了一個保健員 他平時不是做保健員的工作 但他只需要當被人循雜上就交名 立即填名而已 或者是準備第二個監點就可以交代 這些位置其實是寫處 他不熟悉的運作的話 其實是處理不了 除了監管有問題 政府對殘疾人士院舍的規劃 亦都被批評欠缺長遠目光 其實很多新型的屋邨 再沒有一個規劃 是當他興建的時候配套院舍 不單是舍谷的藍圖沒有了 整個城市規劃的藍圖都沒有了 未來這幾年 我們亦都有信心 會多些有質素的殘疾院舍的位置出來 前小南醫院幾個禮拜之後就會開始動工 前啟能庇護工廠也會改裝前的小學校社 因為他是暫時棄置 張卷宗說只不過是找一些舊建築物 是再去翻身改建成為新領事 而不是去生起 因為他們根本就已經沒有這樣的藍圖在腦裡 這個才是重點問題 因為你永遠都是頭痛於頭腳 你是處理不了核心問題 無聲的吶喊需要社會良知去聆聽